李浩一号是苏联时期建立的第一个太空站,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开太空建立太空站,人们意识到,原来还有太空站这个概念,从此,各国纷纷开始,加入到空间站这个项目中来。 但随着苏联的不断没落,这个空间站也逐渐嚮往,现在我们所知道的空间站是国际空间站,由美国领导16个国家,一起组建的国际空间站。 起初一开始可能很多人都以为,中国作为国际上举足轻重的国家,也会在国家空间站参与国航列之内,可是谁却差强人意,美国以为了防止中国将其军事化为由,将中国排挤在国际空间站项目之外,美国明目张胆地对中国豪天事业进行封锁,但这并不能击垮中国豪天人的意志。 相反,正因为这样的打击,中国航天人奔起直追,搞封锁,我们不怕,不给技术,我们自己研发。 随着中国天宫一号和天宫二号太空实验室的发射成功,西方国家意识到,美国之前做的一切,都是徒劳的。 俄罗斯军事专家表示,按照目前国际空间站现有的状态,应该坚持不到2024年就会提前退役,而中国的空间站也会将在2024年正式投入启动。 国际空间站落幕之际,正是中国空间站开幕之时,我为中国感到骄傲,我为身为中国人而感到自豪。 曾经将中国拒之门外的那些国家,今后再想在太空站里面搞研究的话,只能求中国了。 中国不想某些国家那么小都机场,喜欢搞垄断,我们的空间站本着自信和开放的态度,向联合国发出公开航,多国一起参与合作,共同进步。 但是这次韩中,很多国家都在内,唯独两个国家不在,美国和日本,相信这也是很多人的心声。 意欺人之道还欺人之声,这并不过分,欧洲国家表现尤为积极,已经开始安排宇航员去学习汉语了,为了为了能和中国航天员在空间站中交流更方便。 俄罗斯也是高调表示,将为中国空间站最后的发射工作,准备一枚重型运载火箭,助中国以地之力。 当然了,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,俄罗斯这么做也是想在中国空间站中分的一杯梗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